吃完我们来学习一下 一般情况下 半瓶盖酵母粉在3.5克左右 先把酵母用温水融化 再把红糖用热水融化 你可以把融化红糖这一步放在碗里进行 如果你不介意多洗一个碗的话 然后加面粉 把酵母水倒在面粉上 把它们揉成团团 面粉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粉 盖上保鲜膜发酵到两倍大 发酵好后依据国际惯例戳一下 再把红枣碎了倒进去 和不要谢谢 排揉出气体 揉成胳膊一样的形状 直接从头部揪下来 不用揉光滑才会开花 放在锅里 看到便大才可以蒸 中火15分钟后 关火焖5分钟 中途不准揭开锅盖 此处应有掌声